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又是一个星期六 今天是Auntibolet 第103次 邀请我的嘉宾上来 我觉得时间过得快 Auntibolet 当我们在做做东西的时候 当你的热忱在做东西 你肯定时间过得好快 特别是Auntibolet 你讲我103次 有时候讲好像是不久之前的事情 不过当然我也感觉到 当你越做越有魄力 你一直是想着要去找谁 我下一个交病会是谁 你期待 而且你又想着 我要带给大家认识更多的东西 就是大家平时在生活上 生活上面就是可能还没注意到 我们就觉得我Auntibolet很乐意 我很乐意去找一些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能够来分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也是 在我们生活方面 我觉得就比较少 比较少 不是讲没有 大家可能有听过 就讲到大笑 当然你们知道Auntibolet 是在大笑 星山开心写的《俱乐部》这一行 我们都是他的会员 因为我觉得人除了工作方面 还是要大笑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jin 所以今天我请到一位 也是一位 Good morning Kim 也是一位 也是一位 怎么讲 他是在吉隆坡 不过他也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你们看到就是 passionate loster partitioner 一个非常热成与大笑的一位姐妹们 一位小姐 他真的是很粉丝的 他的历程 他讲的参加这个大笑 我们真的是 我对他的了解 可能因为真正见面不多 不过在zoom 在废室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 他做的非常有质量 他的 他做很多很大的见证 他可以做出来 所以他现在他不仅 他就是一个国际认证的大笑一家老师 Morning Donald 认证的老师 他就是等于他可以开办叫人 他就是 Lofted Ambassador 就是国际认证的也是一个大笑大使 Auntie Boley也是 我们也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都是很推动这个大笑的 然后就 他在这一方面 他就真正的 本身学习了 一位老师 他很practice 他其实在他做到他的历程里面 他已经开了很多班 但又去跟人家有很多 但我们现在也是每次去跟人家互动 做这些Lofted之类的东西 Thank you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请我们的Fiona 你看到非常热忱的一个爱笑的 very practiced practice 现在我们就邀请Fiona Lee 她就是李毅云老师 Hello Auntie Boley 终于我们在Auntie Boley一起见面了 各位先生朋友大家 早上好 你今天笑了吗 我是爱笑大使 我也是快乐魔法师 我一见你就笑 Hello大家早上好 Auntie Boley 我很佩服你 真的很佩服你 你太棒了 而且我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真的要感恩感恩 就是因为大笑瑜伽 她改变了我 真的改变了我 而且呢我也很感恩说 尤其是李君我的大笑妈妈 我的爱笑妈妈 她给了我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鼓励 所以我才会走到今天 所以 今天先生朋友 我有这个荣幸 跟你们分享一点点 一点点 我的小小的经历 对我还有对我身边的朋友 到底有什么改变 那为什么我会参加大笑瑜伽 其实呢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笑不出了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 尤其是听到我的职业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本身现在 我还是在一间建筑公司工作的 所以我负责什么呢 华人有讲一句话 包刷包害包嘎料 有人做的你也要做 没有人做的你更加要做 所以我本身我是做账 然后做账 然后我也涉及购买 还有HR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Task 你说一个人会没有压力吗 肯定有 但是工作压力其实其次 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因为 人际关系和一些关系上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人家说的 那个什么office politics 那种那种状态才是真正的是 会让整个人消沉的 因为整个工作环境 整个环境给你的是一个负能量 所以我想问一下 谢谢朋友 你是选择快乐 等待快乐 还是创造快乐 而大笑瑜伽教会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去创造快乐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突然间 叮一下我的主题变成是 你的人生你做主 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 所以在学大笑瑜伽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当你来到这里 因为有些人不能够接受一下子 开怀大笑 但是你永远要记住 因为这个是你的原生 这个是你的选择 当你选择笑的时候 好的事情自然来 你不需要去强求 它自然的就会来 就好像这几天 一直会有人来 要跟我对接 你去我的地方做大笑瑜伽之类 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是我一路来就是 这个历程所得到的 所得到的那个感受 那我也深深的就是体验到 那我在小时候呢 其实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歌星 我很喜欢唱歌的 所以我的梦想 其实我小时候是想做一个歌星 可是呢 我一上台呢 我的脚就开始抖了 所以我是没有自信的 但是呢 我还是参加学校的那种唱歌比赛 可是永远不可能拿到第一名 都是安慰奖 所以学了大笑瑜伽 刚开始我学了之后 我也不敢去做 因为我没有自信 我用了三年了 三年了 因为我太要求完美了 所以我以为 我以为 我要成为一个老师 站在台上讲 我应该是要很有 很多专业 很多那种 条条框框框着我 直到2016年 我去了 那个 马来西亚第一届的大笑瑜伽 研讨会之后 我再开桥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大力的推广了 而且经过疫情之后 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 一些 就是那个怎么讲 我所做过的一些活动 经过疫情之后 我本来是不敢在线上讲的 可是我做了一些动作 让我今天 有这么多机会 在线上分享 而且还分享到中国 所以 机会是给 给什么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当你准备好 其实你身边 哪怕是危机 因为它都会是一个转子 所以 你看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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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讲到这样大的破例 哇 你自从你2016年 你来到星山 我们的研讨会的时候 哇 我就觉得 我antibolet 也是 因为antibolet 能够有 所谓的我不是很讲不起 不过我们讲 我们在做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觉得后面的推动力 一个positive energy 是非常的重要 你讲的 我也是要谢谢我的老师 已经 我们大家都是 有种种 老师在后面推动 我们就 不而不时 在你所讲 常常的 推动 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做 我们要有改进 我们就是 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MCO 我们就antibolet 就开始了 而且我也很高兴 从中认识到很多人 所以像你所说的 你带拉特 我也是听到很多设计 刚才你自己有说 哇 你回去 当你要做的时候 哇 每个人就找你 找你 哇 你时间 你看我所以还是要问你 你讲你要开始 你做 你又是在做工吗 现在我在office做工 所以你讲 现在人家要找你 但你的团队 你也是一个 你是自己的 爱笑乐园创始人 你自己的一个 但我想要了解 就讲 你也是一个妈妈 也是在工作 对吗 然后我现在又有这样多了 这些office的东西 你怎样的安排你的时间 简简短的讲一下 哇 这个问题 不要给老板知道 没有啦 就是因为我老板 他本身 他也给我 就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 那刚好 因为我们是做建筑 刚好这几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喝口水 那刚好这几年 也没有project 所以变成我就会有一点时间 去做 那又这么干巧 就MCO 所以又work from home 所以就变成 当MCO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我刚刚租了一个地方 我刚刚租了一个office 要做center 因为我2019年年尾 我教了一般的那个 大笑语家领袖 每个人都有乐成的 要去推广 那我就去租了一个地方 结果不到两个月MCO 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把我的office租了一年半 然后就给空气 给空气用 哈哈哈哈 那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都知道 校对我们的身体 身心灵很好 那因为疫情过后 我就很烦恼 我要怎么去推广 现在我们不能做线下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所学习的 都是做线下的 我们都没有学过做线下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了很久 因为我不能对着手机讲话 对着手机讲话 我就讲不出东西 那我怎么办 结果差不多MCO要完的 那时候五月多了 就是五月 所以其实我刚刚好两周年纪念 那五月多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老师 说不要想那么多 拿起电话按下去就live了 要想这样多 怎么想这样多 就不知道东西的 那我就想 好了 既然你这样讲 我晚上马上就按live 结果那个是第一次做Facebook live 然后就很搞笑 可是就很快速的讲完 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很不好 很不好 因为感觉就是 自己说自己说自己说 自己说自己说自己 自己说自己走自己走自己 自己笑自己 就是有一点 哇 我在干嘛 就觉得好像不行 然后 就和我的团队的人讨论了之后 我就跟Vivian 两个就开始学怎么用zoom 那时候我就建立了 我的第一次的21天微笑 经常微笑的campaign 每天早上8点在Facebook 那时候我没有做Facebook live 我们就在zoom 然后两个超过50岁的妈妈 就在那边学习怎样用zoom 然后就开始我们做线上课程 然后就这样子 中国那边也开始跟我connect 就说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做线上 不如你也来做线上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就 就开始把大笑瑜伽带进中国 所以说大笑瑜伽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 一个推动力一个勇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怕失败 然后你就有恐惧 但是大笑瑜伽通过这个 他把我们的热忱激发出来 因为我们有一个使命感 然后变成很自然的 你就会想我要做我要做 然后你就会去想方法 想了方法你的自信就自然而然的来了 太棒了 Jona你真的太棒了 你可以mute一下Jona 可以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真的是太棒 Jona你所讲的东西就是 真的我觉得当我们能够笑的时候 能够在大家的面前这样笑的时候 我觉得 已经 那个障碍已经没有了 当我们笑的时候觉得 你都能够在大众面前这样笑的时候 还有什么障碍呢 现在 Jona这边我有一个朋友 她这样问你 有一个问题她讲Jona 你从不懂的笑到开怀大笑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们答案 我们答案的问题 来 我最大的收获 那我想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第一 她对于我自己本身自信 然后勇敢 勇敢说什么 所以 因为以前我是 YES哥 什么东西 哪怕你做不到 你都不敢拒绝人了 但是 通过大笑语家的一些 就是上了课程之后 我感觉到 嗯 我们要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听我们自己心里的声音 所以 如果真的你觉得喜悦 需要讲NO的时候 你真的是需要 需要say NO 因为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嘛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别人想要觉得你是这样 你就应该活出这样 但是我想请问现在朋友 你是不是 就是说此时此刻你的人生 你是不是都是时常活在 你自己想要的自己 还是你一直在活在别人眼中的你 不需要告诉我 你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在大笑语家我就是 从这一个路程中一路走来 我去创造了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虽然说 嗯 就是说 这个是在个人成长 那么在家庭方面呢 孩子 那我想说 如果一个 如果不快乐的父母 我想请问现在朋友 你觉得他的孩子会开心吗 很难 因为整个家庭的氛围 靠的是妈妈去创造那个氛围 那个一月的氛围 所以我的孩子他们都是很阳光的 这个就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我想说我想给现在的朋友真的 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 人家广东话讲 打把谁的球 所以他看到妈妈是这么的正面 所以孩子很难会是属于比较负能量的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有一个活生生的版样来学习 我不想讲说我是最好的妈妈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 当然我有quality time给他们 就是每个星期一定会有时间去陪伴他们 但是我想说的是 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单亲妈妈 那我想说的是 孩子虽然不在我身边 那我想请问如果孩子不在我们的身边长大 可是 SPN拿到7个A OK吗 两个儿子 SPN拿7个A OK吗 OK啦 我很感恩 然后还可以煮东西给你吃OK吗 OK哈 所以我就误打误撞的 一个糊涂的妈妈 但是呢 就成就了我的孩子 变成是很优秀的孩子 有答到你的问题吗 Wan 非常棒 Jiona真的是 你看李金有讲到一句 她就跟你讲 哇 她给你开幕吗 这就是很棒 就说Jiona 不要忘了 你能够把这个发射传大功能 这真的是非常棒 对吧 然后就是还有 我记得就讲到 The inner spirit of laughter 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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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兴给予 给予给予给人家 大笑 我们会有同意心 但你讲 你就比较开心了 你对啊 也可以接受 也是可以原谅 所以我也要感谢我们的李金 常常这样的鼓励我们 我真的是这样这样说的 谢谢你刚才讲到你 也答应了 朋友们 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这个开心 而且很有意义的这个妈妈 来写下你 你要我们来交流一下 好 我们就刚才讲到 这个大笑在你生活上讲的 给到你很多好处了 我们就这样简短的讲 然后你觉得在线下我们有朋友看住的 你要讲所谓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样的接受 或者是鼓励 我们把这个大笑带进我们的生活 你觉得你可以这样的鼓励我们这些 线上或者线下的朋友 想把大笑带进我们的生活 那想要把大笑带进生活 其实讲容易也不容易 那讲难也不难 最主要是你的意愿 讲真的 一切都是你的初心 所以当你意识到说 笑对我们的身体 身心灵的好处 然后再对于整个家庭的和谐 还有工作上 可以提升员工的那个激情 激情跟生产力的时候 那我想请问你 还会去拒绝笑吗 不可能咯 因为笑是最好的什么 你的品牌 你的招牌 所以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些好处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就会去做 然后你就会活在笑身中 这就是笑对于我本身所产生的 有一句话说笑傲江湖 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笑可以点亮我们的人生 那再有一句话就是想说的就是 这个怎么讲 我们要把笑当做是我们的那个生活的良半 生活的良半 因为我们的生活都需要 都需要有一些朋友来和我们交流嘛 所以当你把笑当做是生活的良半的时候 你就会跟朋友分享 那么我们就有交流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交流 所以变成你就很阳光 哪怕人家只是打个电话给你 他听到你的声音 他就会跟你讲 Fiona老师你的声音好疗愈哦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开心了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call你哦 听到你的声音你的笑声 我就觉得好像突然间 charge了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笑声比喻成一个手机 那那个charger 那个charger就是怎么讲 就是笑声就是好像是你的一个charger 就是这样子的 你 battery low了你就要charge嘛 所以大笑语家他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他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已经低了 我就必须要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或者是我们的思维上开始去想 笑的东西一些场景 你很自然的你整个情绪就改变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开始想好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笑出来的时候 快乐荷尔蒙就来找你 那么压力荷尔蒙就没有了 他就跟你讲拜拜了 非常棒 他就跟我讲 Fiona 我非常赞同你 快乐的妈妈就如阳光温暖的家人祝福你 温暖也是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李竞也有说到 李竞也有说 Fiona 你的holy seek of push in life 什么就是你只要面对你的生活 把大笑带进你的生活 当你到的时候 chutter down 下去这样 等下我要叫你 来带一下我们一个一个 到最后的时候 我要谢谢我的大姐也是 来支持我 Korlynia Locker is contagious Yes 所以我讲这个 当你说的时候 大家就会 因为你说我们忘记笑 你会觉得吗 你说我们忙忙忙的 忘记笑 所以像你说说 你说我们要 偶尔偶尔要提醒 这样 当Begin down的时候 偶尔真的是要笑 我们做做做什么 人都不是失去 Auntie Boley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的 当你一直down的时候 你会忘记笑 所以我们要常常 互相鼓励怎么笑 OK 来我们再问一下就是 刚才你说了吗 你又把这个大笑 你带去 more than in Malaysia 你还带到外国去了 来讲一下你现在 你在中国 那这样的带领 减短的前 在中国带领的情况状况 我把Locker 你们叫Fiona 把Locker带去中国 中国是比较一个严肃的国家 I'm certain way 他们有他们的东西 不过你还能够把大笑带去 来讲简短的讲解一下 我怎样把大笑带去中国 OK 其实这个 我跟他已经是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有交流 然后2020年原本 有计划要去中国的其实 可是刚好疫情 就撞到疫情之后 就不能出国 然后 后来 我刚才不是说5月份的时候 我就推广了 21天经常微笑 因为要让自己可以面对镜头的去做推广嘛 所以那时候他又来接触我 然后他就问我 既然可以做线上 不如你就开始在线上带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在线上带 那他是一个 就是说他们是属于一个企业培训的一个 一个企业健康的一个推广者 所以呢 我也因为这一个机会 那我也和Echo Hotel 或者是Adidas Amazon 这些大企业 因为如果说我本身去推广也不可能去做 所以最近最近上个月才做 就是Amazon 有差不多300个人在线上 而且是中国 台湾和香港 如果没有记错 那我试过做一次就是做酒店的就是我在线上引导 然后他们在线下做 那种感觉超级棒 因为你可以看到80个镜头全部不同 中国不同的地方的酒店的员工 在线上跟你一起笑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很很有很有感染力很震撼力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马来西亚尤其是属于Servicing Line的 你真的是需要让你的员工 通过学习大笑语讲 变成每天早上10分钟的一个运动 一个哈哈笑的运动 来启动你的员工的一个激情跟活力 是是是 是是 真的是出风帐的我们的平马老师真的是 老师 我们在新商 我们是新商开机体的俱乐部 我们也是有台长就是在新商 跟一些公司 做你这么做 都需要让你够找我们 ok 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密码吗 那我们要最后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 Biona 因为我看你只要讲到研讨会 你讲你2016年你来到JB的时候 研讨会改变了你 但你有没有想想你在基隆坡 ok在KL 有没有想过你其实会 举办一个研讨会 在你PokePone 你们KL的这些大小人 能不能过去你那边吗 有这个打算吗 当然是有啦 因为其实之前2019年我们已经开始就是 和医生有开始交流 那原本我们是打算2020年 那一直到疫情就不能办 然后就一直一直拖拖拖拖拖 直至现在 那我的计划应该是会在2023或2024年 我要办的就是老师讲的 You must think big 所以我think到很 big 了 我要办的是一个亚洲大小鱼家圆讨会 就是会把中国的那个爱笑俱乐部的朋友 带来马来西亚 这个是我的梦想 那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一万个人在线下笑 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梦想 那我也期待有一天就是看一下几时可以做的 一万个人在线上一起哈哈笑 我相信是可以只是可能要等疫情真的是完全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因为现在我们都和病毒共权了嘛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了 但是还是要叮咛一下啦 还是要小心啦 因为最重要还是自己的健康 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是 我想说是很烦躁的时候 或者是很生气的时候 试一试用笑来改变你的愤怒吧 让你的笑声来释放你的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喜欢做吵架的笑 因为太多太多朋友分享给我 老师原来这一招这么好用 一招而已就很好用了 好 杨娜来你现在就 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来 你就带你我们做一个大笑来 看看我们的老师 杨娜老师讲的 带你大笑 好 我们来做一个吵架的笑声 好 我们来做一个吵架的笑声 然后一个吵架的笑 因为我很喜欢用这个吵架的笑声 那一天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很低的时候 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双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担手推向外的话 你就讲hoho 然后就向下按你就讲哈哈 所以你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你的笑声 那一起來做 hohohaha Р»,ó chevufaha 初完一分钟改变你的心情 所以大笑语家它是一个系统 那如果说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 你们可以找李俊 可以找Auntie Bollet 他们很乐意的和你们一起开怀大笑 因为他们每天早上都在线上笑 那如果KL一带的你们就可以来找我 对 很感谢今天我们 谢谢Fiona今天跟Auntie Bollet的朋友们 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分享 这么正能量的Fiona来跟我们分享 大笑在她身上改变这么多 她也带领了很多人 大笑连到中国去 哇 她的梦想 一万个人 她的研讨会 我们祝你成功 真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正能量 需要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人再去分享 那个人就开始中国了 就是我们的Fiona已经开始 希望她继续做下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 Fiona我们跟大家一起说拜拜 拜拜 拜拜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 让Auntie Bollet的爱分享 你们大家帮我来分享好不好 来 我们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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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